Echo怎么样 她有没有想不开 按时吃饭了 生活正常了 她自从离开你以后 一切都非常正常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家现在一切都不正常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行了 一会儿我还有个会 有什么事改天再说 刘主任 我现在希望你能给我老婆 打一个电话把话说清楚 给你老婆打电话 对 我对别人的老婆没兴趣 但今天这个电话你必须得打 你这是干什么呀 威胁我 我不是威胁你 我希望你能对自己 说过的话负责任 我刘向前做事 一直都很负责任 是吗 刘主任 刘主任 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 你在我老婆面前胡说八道 她现在想跟我离婚了 你们离不离婚 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 把我看到的事实说出来 是是是 你在隐瞒自己的病情 而肆意地污辱我 污蔑我呀 方凯轩 我告诉你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信不信我只要一句话 你马上就可以从这个医院滚蛋 我真没想到 除了你的叔叔这样的话来的 我当然相信了 但是我不在乎 你在用你自己的权威 戏弄一个一直在说真话的朋友 你在用猜测在毁掉一个 原来很幸福的家庭 你在用猜测在毁掉一个 猜测我那可都是亲眼所见 你看见什么了主任 你看见我跟艾口上床了吗 差不多了 刘主任 咱们都是医生 你应该知道对于一个病人而言 最可悲的状态是什么 那就是不去自己好好治病 而在妒忌天下没有病的人 你干什么 这是我老婆的电话 打不打随你 你们家黄凯旋不像那样的人啊 我开始也觉得不像 可是这现实永远都超乎你的想象 我现在在上班呢 我现在在上班呢 好 好 一会儿见 对 我没找她 她还找上门来啊 谁啊 你说呢 莉莉 请坐 喝点什么吗 喝 黑咖啡吧 黑咖啡 你不怕苦啊 不怕呀 我都习惯了 习惯 凯旋也特别喜欢说这个词 你们俩真是挺有默契的 不过我跟她说 这习惯呢 很多时候就是自己的一种幻觉 容易成为欺骗自己的牢笼 李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这挺忙的 你的话直说吧 我要走了 听说了 凯旋告诉你了 嗯 其实我是想说 我本来是铁了心地想要走的 我想离开这座城市 可是我发现 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人 而这个人现在过得并不幸福 是 对了 但是 那天凯旋 在我那儿过夜的时候 我听了很多他的委屈 你也知道 我们不是普通的同学 不然我听听也就怕了 我们毕竟好了四年嘛 要不是他妈妈那会儿生病 影响了他的身躁 我们会一起继续读研 毕业了 我们也会毫不意外地结婚 我们是彼此的初恋 我们深深地爱着对方 可是造坏弄人啊 他妈妈一直握平不起 所以 他才要出去工作挣钱 所以也才违心地跟我分了手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人 包括你认识的刘向谦 大家都觉得她挺好的 可是在我的心里面 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得上王开轩 莉莉啊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这好男人 你要是不好好地珍惜 但有一天会不属于你的 你是在告诫我呀 当然不是了 我是心疼凯旋 我希望她可以过得快乐 行 我听明白了 你可以不用心疼了 她马上就解放了 天不由衷 徒劳我过 回忆放纵 淹楼 developer i 三 协谱 Den 碰体 我好疼 天空好空 天空好空 心疼好痛 是否 灰色空间 怎么心邻 我好天空好空 天空好空 心疼好疼 灰色空间 怎么心疼好痛 不会懂 不分心动 不知心中 灰色空间是个牢笼 灰色匆匆 你的故障 不怕浪漫 没胃口 别让自己身体过不去啊 灵灵 我看这个李小语真的是太过分了 他这不是明摆着跟你叫板吗 早知道我就该跟你一起去 非得收拾他 收拾他干吗呀 没有必要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尝尝 味道真不错 你今天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 你今天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 莉莉说跟我离婚 你给我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啊 不就是说跟你离婚吧 好 有时候赶上哥们儿点位 我媳妇一天能跟我说二娘 什么我要跟你离婚呀 我不想跟你过来呀 我要回娘家你去死吧 这些都属于夫妻之间的问候语 心里坦荡荡 没事 我坦荡的屁个坦荡 莉莉这回是认真的来真格子了 指着我说我要和你离婚了 当时我货币都冒凉气了 今天下午就民众局门口见了 真的 当然了 那也没事 人都说古人三大姓氏 升官发财死老了吗 怎么到你这儿成爱老子怕老子 能远离不开老子 我个人认为了 你就是跟你说离婚 并无限的事情坏事 你想想看 从今以后你就彻底自留了 你就不用一下班就火急火燎 忘家赶了 你也不用一发工资 就赶紧全部上交了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认识你之后了 我这婚姻生活一直就不顺 就是因为有一个 不靠会儿的朋友 你这不是饱汉子 不知道恶汉子鸡吗 哥们儿下午就去断头台了 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那你去断头台能赖谁 谁叫你敢吃毛玩小三了 谁玩小三了 我那儿助人为乐 你能不能认真点 你要再这样 我就把你去叶总会那事 告诉你媳妇 你要把那事告诉我媳妇 我就不给你车牌了 你 你不给我车牌 你 我要是离婚了 我要车牌的也没用了 我就不要了 我就知道跟你是浪费时间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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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干吗 你这个绝对不能先走啊 你变着发跑了多少回单子 其实哥们儿办法早都替你想好了 我就是先让你放松一下 缓解缓解情绪啊 然后再 行了 别说没用的 有主意你就说呀 这个主意吧 绝对会让你媳妇跟你离不成功 但是她会更加讨厌 那这得是一个多搜的主意啊 你们是欣赏好之后有自愿灵魂的吗 是 口里好了 这里还记不记得咱们俩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 宣读的那个结婚誓言 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咱们都要用爱和宽容的心态来善待对方 共度难关 为瞎也在树内保佑 你要是早把这点耍嘴皮子的功夫 都用到正道了 咱俩也走到今天是吧 有什么问题吗 她也要说得好 还有我觉得 你不是那种抛肤弃子的人 这不应该是你做出的决定 这是多大的一个决定 太轻易了吧 咱们是个家庭 就像一个团队一样 比如这个团队如果散过了 那在这个社会上彼此都变得渺小了 对 你要是不拆散 这好歹也算是一个资产过百万的团队 谁给你资产过百万 你是负债太多你知道吗 你怎么偿还这些请宅呀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是我一辈子的依靠啊 亏心呢 你看这说话太主观了吧 这个依靠不能说是你 你说老靠着谁 这是互相的呀 就像一个三角支撑关系 这彼此都得用力 你要老靠在一个人身上 早点得靠他了 对呀 你说得对 特别对 我特别同意你说的 就是因为你老靠着我 我就是你的依靠啊 永远都是我是那给力的 你不给力 永远都是满嘴假话 你让我怎么相信 你看你又这么说 我怎么满嘴假话了 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 我一直在欺骗你吗 这不是都被生活逼的吗 我也没办的 有的时候话赶话就到那儿了 有的时候是善意的谎言 别吵了 别吵了 这都影响我工作了 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呢 想好再来快办吧 我们不想好了 这怎么今天这么多 都是来办理活的呀 不是 王凯旋 你是故意打差吗 你故意让我出丑啊 你自己不怕丢人在这儿 还有问题 我们这儿还有些问题 没分清楚 还不能理好像 什么没分清啊 财产啊 财产我们都分清了 孩子归我 房子是婚前我们家付的首付也归我 车子归你 你不是没意义吗 我现在有意义 我现在不同意了 我觉得这样对我不大公平 我觉得我是一个受伤害的爸爸 一个受伤害的丈夫 一个被欺骗的男人 我觉得我们俩的事 应该好好再分一分 家里我觉得每一样东西 都是两个人的共同财产 你有病 小到一个 这怎么能有病呢 你没分清了 这得干嘛又再来是不是 这写好了再来吧 人家从这岁路才分清了才过来的 哪儿呢 小伙子 我不是机会 祝你白头学了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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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下一杯